目前是预计发行4亿股 筹资是不超过4亿股 金额应该是不超过人民币25亿 金元代工大厂联电 日前抛出震撼弹 旗下大陆子公司合建 将跟随鸿海旗下FIA的脚步 申请在上海证交所挂牌 何建或许对多数民众来说不是很熟悉 但在8年前何建可掀起轩然大薄 我觉得台湾在台湾做名人很辛苦 这种无凭无击的起诉弄你 你最后还是没事 可是你这时间就落魄掉了 这个历史痕迹的画面 看得出连电荣与董事长曹新成有多无奈 原来多年前曹新成早就看好 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 在2001年外界就传言连电在苏州投资 成立核建科技 但当时的政经环境对附入投资较为谨慎 在2004年经济部以违法投资大陆为由 处罚200万元并限期撤资 时续来到2006年检方再依背信罪起诉 历经四年传送 最终2010年高等法院更审无罪定验 在现在看起来当时候的投资这个曹新成的这个决定 似乎是领先了国内很多半导体厂商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候的投资你会觉得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 甚至连台积电在最近也都已经过去南京设厂 时至今日潜伏多年的合建终于能申请A股挂牌上市 再加上连电卖下与富士同半导体所合资的12寸晶圆厂 全部股权 法人正面看待连电的双重布局 连电2号以18.1元上涨1.15元开出 最高来到18.35元 中厂收在18.20元 涨幅超过7% 连电这一次大动作的行为 势必希望在进逐全球半导体最大市场上 能有更大优势 307月许志愁 李某山台北相报道